防彈玻璃陪開發 回轉壽司三千元 說起澳門 當然想起賭場、酒店 豪玩豪炭 最近金沙城 好氣到再上一層樓 開了全亞洲最豪華回轉壽司店 銀座 地板同樣是一大量點 一萬元一塊 它好像油畫 但裡面其實是 好像熔岩感覺的物料 你踩下去它會一直這樣浮動 因為一定要透明 所以必須要做玻璃 它其實就用了一個 最堅硬的防彈玻璃 還有一個設計別致的幻彩酒吧 氣氛浪漫到一樣 酒不醉人,人自醉 除了裝修好 食材同樣夠好 有神烏牛和黑松露 一般的回轉壽司 便有得吃 銀座老闆Francis 是地道香港人 他的發漆史實足是獅子山下的劇情 家裏做豬股生意 小時候就有三個馬姐借戶 但是十幾歲就嫁到中落了 爸爸做生意的時間 就不幸運 被人騙了一筆很大的錢 從那時開始就要靠自己半工讀 我們試過做過廚房 做過樓面也做過 甚至乎跟朋友夾少少錢去做 小販我們也做過 辛辛苦苦養大三個弟弟 齊齊打天下 開了一間日本料理店做老闆 好不幸運 當時有個病 叫O157 大腸肝菌 令很多人不敢吃日本東西 當時熬了三個月 就知道不行了 搶了一顆 還欠人周身債 死坑死底 又被他殺出一條血路 開了一間專賣日本潮密的JC Shop 80後 一定聽過的Tamagoji雞仔 就是他們引進來香港 現在雨過天晴 生意好到連澳門威尼星人 都請他們去開旗艦店 他說見到香港政府 只懂得照顧地產商 把心一環動澳門發展 我想營商環境是很重要的 你去看香港 就算一個旅遊協會 去搞一個要香港 都要了十幾年了 說一句都沒什麼新意 但反觀你去看澳門這一邊 他是每年都推陳 出一些新的訊息出來 別以為他沒有本心 下個月他就打算 扔本一千二百萬 在威尼斯人開老香港茶餐廳 他最大的理想 當然是立足澳門 反攻香港了